记者黄明汤台东报道,北南族两年一度的联合年纪今天在北南乡阿里百部落举行,以封年巨为主题,只有19户60人的小部落承办超过千人参与的全国北南族聚会,毫不含糊,活动热闹有序。 北南族联合年纪从民国78年开始由北南族巴设时部落轮流举办,今天在阿里百巨店公司提供的场地举行,阿里百是人口最少的北南族部落,只有19户人家一样承接这场大聚会,东元部落老少可用人力并协调外部落支援。 场地交通是第一个难题,因为会场只有产业道路可到达,在人车涌入情况下,热闭面临大塞车,但筹办单位将道路改为单行道,在聚会场外约一公里处及设停车场,去机车都停放于次,族人不仅陡坡约8分钟才能到达会场,但也有接驳车密集接送,化解了交通问题。 近千位北南族人在会场进行传统舞蹈,还有射箭,青少年摔脚等竞技,也邀请北南族各个表演团队,包含旅外的族人,上台秀出自己的精心创作以及训练成果。 陈伴这次阿里拜联合风年聚的总干师刘国正表示主,聚会并非传统年纪,大家凝聚在一起才是重点。 风是热情,欢乐的意思透过风年聚呼唤在外地求学或打拼的游子回家热情相聚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